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杨幂为刘凯薇送上生日祝福 糯米爸爸 生日快乐 玫瑰 刘凯薇随后转发 并留下三颗心事爱 小两口大讽秀恩爱深夜撒狗粮 随后 粉丝也纷纷送上祝福生日快乐 一路相随 永远爱你 祝你和大秘密好好的分享 在相关阅读 绯闻男女博好感 赵丽颖配冯少峰古装 林富平中国演员赵丽颖上月被报到冯少峰家过夜 由于今年七月两人 就曾被撞见在酒店约会 绯闻再度引爆 他俩过去曾合作电影西游记之女而活 近期则可拍电视剧知否 知否 应是绿肥红瘦 今天该日是出定庄照 赵丽颖端庄清丽又有当家女主人驾驶 冯少峰则应挺中带着贵公子风范 引起粉丝疯狂转发 过去不少古装剧的定庄照出龙时 往往来 拼人设不对 或造型太丑 但这回粉丝倒是一片叫好 叫单全收 知否 知否 应是绿肥红瘦又叫明蓝转 改编自观心择乱的同名小说 是由拍摄过狼牙榜的正午阳光影业 侯红亮制作 因此备受瞩目 加上男女主角又闹出四真四假的飞门 更增话题性精传任爱古天乐 郭彩杰否认后首度露面 郭彩杰自从在2015年宣告与杨又宁分手之后 一直保持单身状态 12日晚间 京传他与合作过电影《巴黎假期》的男星古天乐交往 并公开恋情 他透过经纪人约乃文回应 对于网络不识消息 均不语回应 请大家别太费心 随后他自己也在微博上 回应别费心了 近日有网友在机场捕捉他 他亲切与粉丝合影 打招呼 看起来丝毫不被传言缩影 想 31岁郭彩杰与46岁古天乐 曾合作过电影《巴黎假期》 当初曾传出绯闻 不过古天乐对感情一概闭谈 最近微博博主香港电影《Hapmovie》 12日一早发文 点名古天乐和郭彩杰在一起了 还说虽然两人都不错 但搭配在一起就很奇怪 此一发文瞬间造成超过500万网友疯传热议 还登上当日微博热搜榜榜首 郭彩杰发文否认之后 仍有许多网友力挺 希望无论如何 他能早日得到幸福 郭彩杰 顾天乐 杨又宁 陈小春拉了小耳朵 Jasper可爱度炸裂 陈小春带着儿子Jasper参加真人秀爸爸去玩舞 受到许多网友的欢迎 在最新一集中Jasper还吐露了心中小小愿望 被爸爸拉耳朵的模样 更是可爱到炸了 陈小春的儿子Jasper在最新一集节目 向村长悄悄吐露了个愿望 就是希望可以有个妈妈去哪儿节目 因为她很喜欢妈妈 村长问她这要爸爸 听到会不会有点难过 Jasper也很诚实地表示 只是不想单独跟爸爸在一起 村长安慰她爸爸有时可能有点凶 虽然这样Jasper跟爸爸陈小春 在录节目时 还是玩得非常开心 而在节目中两人 要选择住宿的房子时 陈小春也都听儿子Jasper的话 还一吃完心大气拉着Jasper两只耳朵 可爱的模样 立刻又再次掠荷众多网友的心 惊传任爱古天乐 郭彩杰否认后首度露面 郭彩杰自从在2015年宣告与杨又宁分手之后 一直保持单身状态 12日晚间惊传她与合作过电影 巴黎假期的男性古天乐交往 并公开恋情 她透过经纪人约乃文回应 对于网络不识消息 均不予回应 请大家别太费心 随后她自己也在微博上 回应别费心了 近日有网友在机场捕捉她 她亲切与粉丝合影 打招呼 看起来丝毫不被传言索影 想 三十一岁郭彩杰与四十六岁谷天乐 曾合作过电影《巴黎假期》 当初曾传出绯闻 不过谷天乐对感情一概必谈 最近微博博主香港电影《Move》 十二日一早发文 点名谷天乐和郭彩杰在一起了 还说虽然两人都不错 但搭配在一起就很奇怪 此一发文瞬间造成超过五百万网友疯传热议 还登上当日微博热搜榜榜首 郭彩杰发文否认之后 仍有许多网友力挺 希望无论如何 她能早日得到幸福 郭彩杰 顾天乐 杨幼宁 郭彩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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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彩杰